由吴磊、梁家辉、刘佳玲、明道、张立尚等主演的电影《阿修罗》将于今年暑假上映 这部电影成本达7亿人民币 制作班底都是国际顶级级别的 这部电影前期筹备就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从13个国家请到了获得过多项奥斯卡奖的造型师、美术师、视觉总监 等等各种优秀的人才 目的就是要呈现出这部最高大上的中国魔幻剧作 这部电影是吴磊首次主演的大制作 吴磊已经出道很多年了 虽然小小年纪但演技还是可圈可点的 吴磊所饰演的牧羊少年如意 是一个神性与魔性共存的角色 兼与善与恶的极端 这样矛盾让如意陷入纠结的沼泽 而此同时 华蕊的出现则成了如意的精神支柱 不过这部电影因为都是外国制作团队 所以影片中的造型和呈现中的环节 给着一种欧洲某个小镇的感觉 但是影片讲的却是中国的故事 这种不中不扬的大杂烩 再加上不知道是几次元的造型 所以影片还没上映 就被网友畅哀 甚至还有网友称这部电影会赔得很惨 但是该片的制作人还是很有信心的 透露该片的票房目标是31 3 4 5 4 5 6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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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